好,欢迎收看数学人简单,我是张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教的是国二的数学,教的是音试分解法提供音试 那目前上的是各校的段考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各校在音试分解他怎么做命题的 然后这题目也就都很棒了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在讲义第11页的第14题 好,我先把题目烧下来 他是说 第14题 他是说呢,AB都是整数十 哪一个式子不能够音试分解成AX加B二次的形式 好,你看哦 这样写什么意思 这样写就称之为他是一个完全平方式 所谓的完全,就是二次方 完全平方式 所以说他应该符合怎么样 符合我们的乘法公式的A加B二次方 或者是A-B二次方 12X加36 你认为这个可以变成完全平方式吗 当然是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 36是6的二次方 有没有 然后呢,根据我们贝的公式 A二次加2AB 2贝乘他乘他 26不就12 12X 有了 6的二次方 36没有错 所以他变成X加6二次方 那可以啊 那A没问题 他要挑不可以的 我们按B好了 B选项是给的是 4X二次加36X加81 这一个会是一个完全平方式吗 一样我们试看看 像这个的话呢 它是2X整个一起的二次 81是9的二次 那我当然很希望中间可以放什么 2AB 2AB什么意思 2A乘B嘛 所以2乘2X第一个 乘尾巴这个9 你看哦 224 49 36 没说跟他一样的啊 所以可以啊 他会变成了2X加9的二次方 展开就这个啦 所以AB都可以哦 他要挑不是的 再往下看吧 看C选项 C选项呢 给的是9X二次 然后-30X 加25 一样的哦 这可以变成完全平方式吗 不知道我们试一下 来 这个9的话是3的二次 所以3X整个一起的二次 是9X二次 25呢 是5的二次 我当然希望中间可以放什么 2AB 所以减掉2倍乘3X 再乘5 符合吗 23 6 65 30 没错 -30X一样的啊 所以他是3X 注意哦 这边是减的哦 所以你要先减哦 减5的二次方 所以 ABC都是 那我们看猪啦 那可能就猪又不是啦 来 猪选项呢 他给的是25X二次 加40X 加64 我们看符合嘛 首先这25呢 他是5X 25X二次哦 他是5X 得二次 64呢 是8得二次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中间 会不会刚刚好 就2AB 对 他是2乘5X 乘8 这样乘起来 如果跟他一样 那就是一个完全平方式 就25 14乘8 80 80他40 但是不一样 所以他不等于这一个 那就没有办法啦 所以答案选猪 那么猪就不是一个完全平方式 目前这实体有没有问题 然后比较花时间 但是同学你做很快 其实看了就很快 是因为我在讲解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是你真的在做的题目 他是做的流程是很快的 很快就看得出来 到底是不是哦 好 我们看那个第15题 好 15题 我们这边教的是那个 音识分解法 就还没有教到那个 十字教程法 学校报上到的没有 因为我大概预计 下礼拜三吧 才会上到那个 十字教程法 因为我大概看到 题目的量还是有一些 那我们尽量上快一些 那我发现下下周 就已经有人断考了 好 所以我们进度上面 会再掌握一下 好 看那个第15题 好 15题他说呢 下列各音识分解 何者正确呢 A选项是说 他是说 4x平方-9 可以音识分解乘 4x加3 乘下4x-3 你认同吗 当然不认同啊 嘿怎么会对呢 因为4x2是要怎么看 他是2x 一起的二次 9是3的二次 你要码要怎么分解 也是2x加3 乘下2x-3 所以这个A就不对了 他挑对还挑错 他要挑 挑对的 好吧那A不行了 再往下看 B选项 B选项 B是说呢 4x2次-25y2次 可以音识分解乘 2x加5乘2a-5 2x加5乘2s-5 这个怎么样 就差一点点 对不对 差哪里啊 Y没有写到啊 你要嘛 要写这个啊 这个Y都漏掉了 所以B也不对 你这样才是嘛 他会说平方-平方 这个平方 4x2次 5y平方-25y2次 所以它Y都掉 B也不对 我们按C好了 C选项呢 4x2次 加 加12x加9 他说可以音识分解乘 4x加3 12次方 那这一看也知道错了 为什么错了 你看 这个的2次方答案多少 4x16 12x24 这10x24 当然不相等啊 不对 马上看猪 猪选项对不对啊 猪选项说 你如果是x2次-12x加36 可以音识分解乘 x-6 12次方 这分比里面有东西是 会有刺刺的感觉 这里没有沙子 这符合吗 当然符合啊 A平方-2ab加b平方是可以的 好 所以答案就选择是这个 答案选住 你搞笑 我把那个头剪掉之后 把它拉出来 这是第15题 好 没想到买进口粉笔这么烂 那我说进口粉笔品质好一点 只有里面还是卡石头 那写的时候一直挂到那个黑板 好 看那个第16题 所以进口没有比较好 还是台湾的比较好 台湾也没有那种细粉笔 台湾粉笔都比较粗 老师那次那粉笔夹可以夹去夹那个 有啦 有那种比较大的粉笔夹 可是我觉得不好用 我觉得那个 进口粉笔的灰 灰比较少 因为国产那粉笔有时候灰很多 那粉笔会飞来飞去的 不过也好啦 我现在有讲过嘛 粉笔会也比白板笔还要强 因为白板笔它锡都会有甲醛的问题 那甲醛锡都会致癌 甲醛 就是一般那个工业用酒精 你光是闻就不行了 知道吗 你闻到就已经容易那个 就产生致癌因子了 所以那个使用它在通风环境才能使用 我们的白板笔啊 为了防止它腐败 这种我讲过 所以它都会加一些甲醛跟药器 那有时候在密闭环境下写字的时候 那药剂散发出来 那就会让我们都吸到 所以这身体很不好 所以我宁愿用这个黑板 好 看看那个第16体 16体的话呢 题目说 诶 这里也不出来 这里放放碟 X20加1 的二次方 剪掉12的X20加1 然后再加36 我字好像写太大了 这样写清楚吧 OK 这是第16体 我写比较淡的 好来 怎么做呢 因为这个是比较 比较那个 这个题型我没有讲过 但我现在讲了怎么做了 你会发现 它很像那个 A平方-2AB加B 可是看不大出来 我教你用替代式把它换一下 你就把它拎 拎就命令它 拎或设都可以 拎X加1 就是A 所以它变怎么写 变成A2次 减掉12A 有没有 A加1变成A A2次 这变成A 12A 再加36 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像 很像什么 很像A-2次方 有没有 我写快点 A-2次方 对吧 对啊 拆光号 A平方 没有 A平方 减掉2AB 减掉2A-6 就减12A 再加6平方36A 没错啊 所以变成A-2次 可是你不要忘记啊 你不能这样写啊 它问的是A 它问的是X加1的 不是说A的 要把怎么样 把A再换回去 所以再把A换掉 换谁啊 换成A加1 所以它要变成了X加1-6的2次方 1-6-5 所以变成X-5的2次方 那就硬式分解好了 所以答案选这个 好 这样的模型 这个是那个 我们做硬式分解的时候 要稍微灵活一下 如果说遇到那种 很奇怪的 又一样的 用替代式把换掉 就A把换掉就好了 好 看那个第17 17题 12页第17题 这边好了吗 OK 好 我看那个17题啊 这是说 有三个同学啊 在做数学近视的时候 解题目的情况 是要挑对挑错的 对啦 他会说哪些人做对啊 哪些人做错 然后把为什么 解出来 来 我们看一下那个第17题 第一位同学是阿卓 他是阿卓 阿本跟孔木子 三个人 那阿卓的同学啊 他是9倍的 A个十减一 减 二个十 是A-1 然后说 硬式分解好的时候 是 A-1 乘上 A-9 你认为他对吗 另外一个同学呢 他写的是 二四五X二次 这是阿本同学啊 减掉四Y二次 然后变成了5X加二Y 然后呢 5X-2Y 另外是孔木子同学 可是我那个讲义 好像硬到貌伯 他会变成那个 十六分之一 A二次 加4A 加64 他说会是 四分之一A 减八 二次方 好 好 来同学 这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谁对谁错了 那像那个 第一个阿本同学 阿竹 阿竹同学 我们是提什么 提A-1 好 A-1提出来之后 怎么样 化掉啊 剩下合并 放到这括号里面 剩下这个9抄下来 -X-10抄下来 所以我们的硬式分解好 应该是A-1乘上9-X A-1 乘什么 9-X 我问你 9-X-10 当然不一样 所以如果题目 他这个要对 前面就要加负号 这懂意思吗 如果你这个 9-X 改为A-9 前面就加负号 所以他这个是不对的 阿主就不对了 看阿本 阿本的话 看后面哪 相加乘相减 会变成平方差 叫平方-平方 我们以减法的这个为主 平方减平方 这个平方25S平方 这个2Y平方4Y平方 没错 这个可以 所以这OK的 换下一个 这要怎么看知道吗 很快啦 你看这边减 他怎么写 而且加疯了 当然不对 所以什么都不用看了 这边就错了 算都不要算了 这边减中间就要减的 好所以答案是 这个对 这样子OK吗 好再看第18题 我们现在教的是那个历届的题目 就是历届在讲那个音试分解的时候 他们大概会怎么出题的 你在硬考的时候大家知道 所以老师他可能会这样命题 其实老师的看法都差不多 叫做英雄所见略同 所以我们在段考题目 有时候去参考各校的段考题目 再把它整理一下命题 所以那个各校的段考题目 都可以把它好好看一下 好看那个第18题 18题也是不错的一题 18题呢他是 4X2次 -12X加9 对 我老师在那个军医的那个 军医的出作业的那个频道里面 有位同学很认真 应该不是同学啦 我也算是啦 他有在列一些音试分解 不错提醒 那考量到我们的进度问题 所以我先把我的进度上完之后 时间够 我再来做补充 好 我就多讲一些了 好 18题来 加上5倍的2X-3 好来 这题要怎么做呢 同学来 你万万不可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怎样 贸然就给它拆括号拆光光 重新整理过 那个对你没有好处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那个 十字教程法中音试分解 所以你贸然的把它拆括号之后 你变成你不会处理它 你不会分组分解 很多时候它题目 就已经把你分组分好了 你只插个动作而已 好那这边怎么做呢 这边不是拆括号 不是括号全拆 好 你要把前面看一下 前面这个很可疑 有多可疑呢 你就去看喔 这个有没有很像2X2X 这有没有很像3X2X 中间有没有符合2AB 有符合才可以啊 没有不能硬臭 我知道吗 我试一下 减掉两倍乘头2X 乘尾巴 尾巴是3 你看喔 2X2 4 4X2 对了没有错 所以可以这样写喔 它是相减的二次方 所以前面这个呢 它会变成 2X-3 3的二次方 泡面 泡面 泡面怎么那么巧 也是有这个 我们是故意的嘛 所以这里要小心喔 你不是要拆括号知道吗 你反而是要把前面的都整理过 先整理好 再提供引识 提谁 这里2A-3 所以把那个2A-3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记得剩下通通放到括号这里面 还剩下谁呢 提完就化掉知道吗 我提2A-3啊 这有两个耶 我提一个化掉次方 还剩一个 还剩这一个喔 这边有提总化掉 所以把它抄下来 这是2A-3 那个加5也要抄下来啊 所以加5抄下来 加5抄下来 这边也抄下来 后面的整理一下 减3加5是加2 所以它变成了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2A-3 乘上2A-10加2 不过这边有个问题喔 如果今天写填充题的话呢 这个2要来提出来 我们看一下选择 因为选择不一定 选择有时候答案都很很随性 有时候这也可以选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这答案好了 没有这答案 没有怎么办呢 你看喔 把2提出来 2提出来摆第一个 你不要卡中间很难看 摆第一个 2倍的2A-3 乘上都除2 可是加1 所以答案可以选这一个 不是位置可以交换 而且加1跟2A-3 都位置可以互换 那看一下我们这答案 有没有 他真的都位置互换 所以答案选择是租 所以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算是OK的 好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九题 我们加电话响 没人接呢 没人接就我接了 那个不好意思啦 因为这直播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状况会跑出来 来 那后置我把它剪掉 不然现在就蛮奇怪 三个上上的都不见了 来看那个第18好了 准备看第19题 好来19的这一题呢 这题不错 这个也是蛮灵活的一题 你不是说 A A这个呢 它是2x加1 2次方 乘x-5 再乘上2x-1 然后B B的这个呢 4x2次-1 再乘上x-5 他说呢 底下的选项 何者不是A跟B的公音式 那问是不是怎么知道呢 当然我们就提看看了 就直接先提公音式 不过提以前同学看一下 这个B有可疑喔 这边 这边怎么样 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它是2x整个的2次 减掉1 1 2次 1可以看1 2次啊 平方减平方怎么做 所以改为相加成相减 所以B可以这样改 2x加1 乘2a-1 后面那A-5怎么样 照抄 好 A-5照抄 所以你看喔 我们现在没有真的要提 因为只是要判断说 它们的公音式嘛 我们注意看一下 它的公音式 你看要提要提谁 有没有A-5 有有A-5的 这还有 还有谁 它的公音式 我找公音式 公音式会有谁 有A-5 还有谁呢 还有2A加1 2A加1 这边有啊 所以也有2A加1 2A-1 2A-A都有啊 也几乎都有耶 所以这个B都被全包了 好嘞 所以呢 它的公音是会有这些 何者不是呢 可以放大缩小 你看A选下了 A选项这边给的答案是说 X加1 你觉得答案 是不是公音式 是 为什么是 这个 把它除2 除2变差 除2变差 可以喔 我们可以把这个公音式 按照比例放大缩小 就是要乘2 都乘2 要除2 这里面都除2 是可以的喔 所以A可以 那B选项给的是说 那4X平方-1 可以吗 你看 这边有4X平方简易的 可是我们刚才怎么拆的 拆成 加乘相减 有这两个元素 乘起来就变这个啦 对不对 那A有没有 有啊 这两个有 有没有 相乘就变成这个东西啦 所以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喔 但是C好了 2A加1的2次方 2A加1的2次方就不行啦 这个没有办法 A-5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这两个都A-5 A-5 A-5 所以四九题答案选的是C 这样这题有没有问题啊 算容易喔 好那我们再看那个 二十题 十九好了 二十 二十题呢 他附图呢 这个好像是历届的四起变化出来的 断考题目喔 历届我记得有这一题 有了这一题之后呢 然后开始就 断考会模仿 各校断考是会模仿那个历届题目的出法 然后就出一个比较类似的题型 他是说呢 二十题喔 这个A是个正方形 那边长是XX 然后B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边长是X跟E 那C就是更小的正方形 那边长都是E ABC 好 他说呢 他取了九块A、四块C 九A跟四C都取好了 好 那要取多少B 才能够维持一个大的正方形 好 这个题目这样懂意思喔 他是取了九个A、四个C 那中间放几B 这边拼起来才会是一个大的正方形 那正方形本身怎么样 就是一个完全平方式 他的面积不就有边长成边长 你看到9A喔 A的面积怎么求 SX X二次 所以9A呢 叫做9X二次 对 C面积是1啊 所以呢 1X1就1 4X1就4嘛 如果这个要变成一个完全平方式的话 你就会变谁的 我们要怎么看 要这样看嘛 这个是谁的 3X得二次 这个呢 2得二次 有没有 所以这要怎么放 3X加2得二次方 因为他是在拿几块B嘛 所以用加的 好 那要加多少呢 怎么放 我们一下 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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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2AB 什么2AB 2乘A A叫3X 再乘B B是2 这边这样写的 所以236 62 12 中间是12X 换句话说 我要拿12个B 才有办法嘛 B面积不就X A乘1不就X 所以还上12X嘛 所以要拿12个B 拿12个B 就可以把这个凑成一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3加2的正方形 好 所以拿12个B 我们选择4B 好 看那个21题 这边OK吗 2E的题目跟20还蛮像的 好 21题 它是边长为A的正方形 21题 它是边长为A的正方形 好 边长为A的正方形 夹有4块 所以夹有4块 所以夹有4块 那夹有4块 边长为A 边长为A 边长A的正方形 夹有4块 有4块 边长A的正方形 那面积就A2次啊 有4块不就是A2次 好 好 再来它说 长为A 宽为B的正方形 有4块 1块是A乘B 4块就是AB 好 以后有4块 最后是柄 柄是正方形 边长是1的 边长B的正方形 有一块 那就B2次 这样子 好 这是柄 怪怪的 正方形夹有4块 所以夹最多是4块 那夹1块多少 1块是A2次 这样夹A2次 然后乙的面积是AB 它有4块 对 柄面积是B2次 它就1块而已 好 那应该不能这样写 这样表达不好 因为它后面的选项 不是这样问的 然后再把它整理过 好 说甲呢 它是边长为A的正方形 最多就4块 最多4块 乙的话呢 最多也是4块 然后饼的话呢 它就1块 最多就1块了 好 看在选项里面 A它说 如果取2甲4乙一个饼 来组合 可以组成边长是2A加B的正方形吗 2甲就是两个A2次啊 对不对 跟4乙 就是4AB啊 跟几个 跟一个饼哦 加1 这可以变成一个 2A加B的正方形吗 你觉得相等吗 当然不等啊 这个乘出来4A2次 2A2次 不等 所以B不对 好 看A不对啊 A前向不对啊 看B前向 如果将这9块全部组合 可以组成一个2A加B的正方形 来试一下 4块甲就是4A2次 4块乙就是4AB 1块的饼就1 对不对 它说可以变成2A加B的2次方 2A加B的正方形 同学你认同吗 这个平方乘出来 4A2次 2AB 2乘2A乘B 4AB 再加B2次 这被B2次才对啊 写错了 什么1啊 这要写B2次 那么这从来 A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这平方是4A2次 这还是不等 这样可以吗 也这样可以哦 2A的平方 4A平方 B平方 B平方 2AB 2乘2A乘B 4AB 也没错了哦 所以答案选的是B 2B是符合的 我们看看C为什么错 哎呀 C跟猪的讲法都一样 C是说9块全部组合 会变成A加2B的正方形 当然不是啊 猪他说9块全部组合 可以组成2A加B 2A加2B 宽是2A的正方形 那当然也不对啊 所以答案只有B对 这是21题 好我们再做一题 那个飞选题哦 音识分解 这很多飞选题 来有两题哦 那第一题算小题目啊 因为我们做过那么多的音识分解 你会发现你越做越厉害 这题目都是啊 你就越练习就越强了 就觉得题目都很简单 这一定要多练习啊 才能够感受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越来越简单 看那个飞选第一题 音识分解这一个 所谓的音识分解 记得啊 他就是要把它变成了 括号乘括号 连续的乘法 不是把它通通拆括号 全部乘出来啊 全部乘出来叫化简 所谓的音识分解 就很像那音速分解一样 要把那个数字给拆开成两个 两个相乘或几个几个乘 那音识分解也是啊 就是要把它分解 分解出来 并括号乘括号 所以呢 这个要怎么做 一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呢 前面有上一检式 后面有没有 有但是有点怪怪的 它是符号不对 这边是正的嘛 正3x 它是-3s 后面写-4 它这边加4 所以后面要怎么样 要提符号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前面照抄 3x-4照抄 然后a-3照抄 后面要提符号 那提符号之后怎么样 就会变号 所以我是把后面这个呢 要变成3x-4 要提符号 所以符的被提出来 变正的 这个就变正的了 这个正的提符号 它变号变负的 然后再以减号做分解 看两边都有3x-4 所以把3x-4提出来 提了3x-4以后 习惯动作就化掉知道吗 剩下放到括号里面去 化掉不是没有0 化掉是1 化掉这边也是1 把它抄下来 抄下来抄谁 抄这个x-3-1 -3-1 变多少 变减4嘛 所以它变成了3x-4 去乘上x-4 3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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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选这一个 这不是没有好选 这是非选题 所以答案写这个 因此分解好的结果 这题OK吗 我OK 感觉不难了 这个算是小题目一个 好看那个第二题 第二题也是做音师分解 来我看第二题 好今天是Happy Friday 明天就放假了 同学可以轻松一下 暂时离开学校 看不到老师 没有作业 应该是有作业 好吧 作业写完再玩吧 来第二题 那这些是18x2次 减48x 加32 好 这个在做音师分解之前 同学你看一下 这18 48 32 是不是都可以有因素在 提多少 提2 提2 提2变9 提2变24 提2变16 那就先提2好了 所以提2之后呢 变成9x2次 因为你这样子也看不出来怎么办 随心提2 提2之后呢 再减到24x 后面提2之后 变什么变16 对不对 你想一想 这个有没有很像我们说的惩罚公式 这么想 这样想知道吗 这个是谁的2次 它是3x 整个一起的2次 这个是谁的2次 4的2次 4是16 那我很希望中间可以是2ab 试看看 2倍乘第一个3x 乘最后这一个4 2ab 就有23 6 6 4 24 -20s 对了啊 没有错哦 所以它的确可以这样写 怎么写 它就会变成的完全平方式 哪一个的 哪一个的 这一个的 3x 注意是减 减4的 所以答案是这样写 那如果你答案不这样 应该都这样写了 这个2放进来 好这样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了 好 那拆过后也对了 拆过后就编回去了 所以这是符合的 这是第二题 好看那个下一题呢 我们看那个 第14页的填充题 也是要做应试分解 真的你越做越熟练了 这题目一定要多练习 你的越练就越亮 越练越强了 好我们看的是那个 好我们看的是那个 24页 不 14页的第一题 应试分解这一个 2x的2x的2x-5a加x乘2a-5 什么东西啊看一下 2s平方-5a再加s乘2a-5 好来 这里很具有代表性 来看这个 我们乍看之下呢 题目有好心 帮我们都先暂时的分组 要把后面这个 分成一组 前面分一组 你看前面这边有可以提吗 不能提 后面这边跟前面这边 又没有共同性 就已经卡死了 卡死所以这题目是坏性的 这个就不能这样提 要重新分组过 所以只要把后面拆过 通常不会像先拆的 不过这题看起来是卡死的 所以就把它拆过后 a乘2a呢 它叫做2ax x乘2a-5x 重新再解释过一次 我们这样分好了 有a跟有a的放在一起 这两个都有a 有a有a 有a有a摆在一起 前面两个是没a的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做的是 14一组23一组 这四个分组 14做一组 23做一组 我们提谁 再看一下 可以提谁 14做一组的话 2x2次 跟-x 都有x可以提 对不对 就提x 提x以后呢 剩下合并 提了x 剩下2x 后面提了x 剩一个-5 有没有 所以要-5 好了 所以14做一组 23做一组 你看要提谁 提a 只能够提a 提a之后来提a 所以提正a提-a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5 我提a会有-5跑出来 就提正a就好了 所以不要提-a 提正a 提a 提a之后你看 提a之后呢 这个是-5 提a之后呢 a没拉 2x抄下来 你再注意好 2x-5 跟-5加s 有没有一样 一样 只是位置要交换而已 有没有 把这个摆第一个不就2s -5放后面 所以它是一样的2a-5 所以把那个2a-5提出来 再提一次 提2a-5 提出来之后 剩下放进了 对不对 记得提完就画掉了 2a-5被我提走了 画掉编1 2a-5被我提走了 画掉编1 剩谁 是a加a 所以答案加行 只用因式分解好了 他答案叫做2x-5 去乘上x加a 这是第一题 这样写有没有觉得ok 也算是一个轻松的小题目 好 看那个第二题 第二题 这题就是利用那个直式的处法 来做因式分解 有时候他题目判断说 来试试试试 这个后面如果说你会那个 会实质教程法的话 就不用直式的处法 因为现在还不会 所以我们就采用那个直式的处法 好 我们看那个这一题 是第二题 好 已知3a-1 他说会是15x12次-8x加1的音式 那题目都已经说了 然后再来音式分解这个 那这关系说3a-1杀了音式 所以这个一定可以分解 变成3a-1 然后再乘多少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不会那个实账程法 所以方法就不用 我们就用直式的处法 有没有 因为你是要找这个答案 你要找这个答案 怎么做呢 这一块不就处 而且要整处 所以是15-8加1 老师用的是分离系数法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可能要看一下我们前面那个 讲分离系数法的过程 再处理3-1 好 放多少呢 第一个放5 5的话呢 5-3-15 5-1-5-5-8-5 附8-5-5 会变成附8加5 附8加5 附8加5是附3 叫附3加1 要放多少 放附1 附1乘以3 附3 负负德政 所以写加1 的确要整处 所以它是5x-1 这边要乘的是5x-1 好了 音式分解好了 所以给你音式 怎么求下一个用处法的部分 目前因为没有学到 实账程法 所以用的方法是用直式的处法 也是可以求得出来 好 好,看那個第三題 好,第三題呢 這題也有意思 這題也是頗有意思的 這個如果說直接這樣子考,同學可能沒有遇過 就會緊張,不會寫 因為這題也是跟第二題蠻雷同的 來看怎麼說 好,我們來看那個下一題 下一題是那個第三題 他是說 以致 A加2 2A加1 都是後面這一個多項式的音式 這多項式呢,他這樣寫的 他說是2x13次 -x2次 -13x 然後-6 然後他要叫你音式分解他 可是他也有提示的嘛 他有跟我們說 他的 A加2、2A加1都是他的音式 所以他也可以變成A加2 乘什麼 乘下2A加1 那再乘一個不就好了 對不對 你看吧,為什麼 因為他三次方啊 他的最高三次方 這兩項的二次方 就還差一次方 在這裡啊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做呢 跟你講 你就直接 把這個 去除以這一個 如果這個怎麼除 不是這樣除 不能直接除 你要把這後面 乘出來 這個要乘出來 乘出來變什麼 A12s 很式的乘法 A12s 2x2次 A生於1 3x 22x 4x 212 整理過 變成2x2次 加5x 加2 所以我們就把 這一個 直接除以他 那方法一樣 使用分離係數法 比較簡潔有利 不要不會看錯 分離係數要檢查 有沒有缺項 321常數沒有缺項 然後把係數抄下來 2 -1 -13 -6 除以誰 除以這個 2加5加2 除以 2加5加2 我覺得分離係數法真的比較好寫 簡潔有利 但是 我們108克鋼絲把它刪掉了 所以這方法還是可以用 來 放1 252 2加5加2 做的是減法 所以-1-5是 -1-5變-6 -13-2是-15 然後把減6放下來 這來放多少呢 放多少可以整除 一定要整除啊 放多少 可以放-3 -3乘2是-6 -3乘5是-15 -3乘2 -6 有沒有整除 有這算都不要算了 一樣減一樣答應D是0 所以有整除 那3是a-3 寫哪邊 寫這裡啊 有沒有寫這裡 所以這個位置放什麼 a-4-3 就音式分解好了 第3題 很漂亮對不對 把它學起來 這方法很漂亮 一定要會 時間夠不夠 時間剛好到 那我看今天就先上到這裡好不好 那些很棒的題目呢 我們下次再來把它講完 那就同學 記得把今天上過的課程 你要怎麼做 你要把那個答案遮起來 或是你都還沒有寫都沒關係 如果你有講義的話 你都還沒有寫就先不要寫 今天聽完課之後 你再去找時間再寫一遍 這樣你印象才會深刻 如果說你是沒有講義的話 那也沒關係 你就把老師的題目 先創一遍 然後自己分解看看 一定要自己去練習 你多練習的時候就會越來越強 好不好 好今天上到這裡了 拜拜 拜託